- 俄罗斯明年将接收S-350雷加式防空导弹系统,至美国陆军公约,2018年12月30日报道, 2018年12月30日,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将于2019年接收首S-350维加式维加式维加式的开发,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。 2013年2月,俄罗斯首次对外披露S-350,并与2015年开始进行首次试验。 一个S-350电池,包括50K61指挥所,50N61多功能雷达,和50P61发射器,可安装12枚9M9612导弹,可同时攻击16个空气动力学目标,或12个弹道目标。 维加式的最大水平射程为60千米,最大垂直射程为30千米,部署时间为5分钟,可他在3名成员。 S-350维加式可发射不同类型的导弹,包括射程为12-120千米的9M969M96112导弹,和最大射程为15千米的9M100导弹。 S-350维加式的机动发射器,共有12枚导弹,每排6枚。 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白林。 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白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